Forgiveness 在看这个字之前 我们先来看它的动词 Forgive 那Forgive这个字呢 来两个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FOR 我们念成FOR GIVE我们念成Give 这个字中音节 落在第二个音节 我们念成Forgive Forgive 那以前我们学过 这个字的动词 叫做Give 是给的意思 那我们知道 Give这个字的动词 三态 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所以说呢 Forgive这个字呢 它是以Give结尾的 所以它动词三态变化 跟Give的变化是一样的 所以来我们看看 它的过去式就是 Forgive Forgive Forgiven OK 这就是它的动词 那我们这一刻的 最主要的词类呢 是属于名词 我们很简单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音节 Forgive 后面NESS 是一个名词的字为 所以这个字呢 中音节一样 落在第二个音节 我们就念成Forgiveness Forgiveness 那Forgiveness呢 它是一个名词 足有 它是一个不可数的 我们中文翻成宽恕 原谅 好我们直接来看例句 Freddie felt sorry for not handing in his homework on time and asked for his teacher's forgiveness 好我们看这一句 Freddie呢 felt sorry for 各位这篇语呢 我们可以记一下 因为什么事情 而感到抱歉 好所以呢 会感到抱歉的一定是人 所以我们会前面的主词 通常都是人 OK 所以呢 他为什么事情 感到抱歉呢 为了母事 feel sorry for 我们直接介细词 就搭配for 这个介细词 所以Freddie呢 他为了后面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抱歉 好 那这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来就是从not开始 它是一个否定的 没有 没有怎么样呢 handing 我们看这个片语 handing这个字 跟手有关 对不对 所以呢 handing这个片语 它其实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绞交 把它交过来 像你要交作为给老师 你是不要用手 把你的作业 拿给老师呢 好 所以呢 这边的handing 那为什么要加上ing 因为前面有个介细词for 所以你后面呢 要接名词 所以遇到动词的时候 我们要把动词 变成所谓的动名词 所以呢 他觉得呢 并没有准时 the untime 这个片语是准时 没有准时 地缴交 他的家庭作业 他感到非常的 歉疚 抱歉 and ask for his teacher's forgiveness 好 请求 像什么人 请求原谅 这个片语呢 我们可以把它 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呢 也可以把它记一下 我们可以呢 这个句型就是 ask 后面接人 ask某人 for forgiveness 或者是 我们也可以直接 讲成 ask for one's forgiveness 好 那我们说呢 这边的for once 这边就是一个所有格 对不对 那向某人 要求什么东西 要求for forgiveness 像这两个意思 就是表示 向什么人 请求原谅的意思 好 所以呢 他呢 向他的老师 请求原谅 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Anita no longer talks to Joe Clearly she has not forgiven him for lying to her 我们看一下 Anita 这位女孩子呢 no longer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 叫做no longer 那no longer 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叫做再也不 怎么样怎么样 那注意哦 这个呢 片语呢 我们可以等于一个 蛮常见的用法 就是not any longer的用法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也蛮常见的 英文就念成 no more 再也不 所以他说呢 Anita no longer 他再也不怎么样呢 talks to Joe 不跟Joe 讲话了 Clearly 这个字就显然的 she has not forgiven 他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原谅他 为什么还没有原谅他呢 for 后面接原因 那这边的lie to 这片语呢 我们记下 我们说lie to 他原本是lie to 后面接人 表示 向某人 说谎的意思 对什么人说谎 向某人说谎 我们英文就用lie to 那特别要注意到的lie 这个字的动词 是属于规则变化 lie lied lied 好那lie呢 特别要注意到 因为他是ie结尾的 所以当他再加ing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你要先把ie 改成y 再加上ing 所以呢 因为什么事情 而原谅 某人 这边是 没有原谅 因为呢 他对他说谎 所以呢 他没有原谅他 好 所以呢 这个字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名词 forgiveness 宽恕原谅 动词 forgive